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翔 大家還記得之前我有做過一部 關於 XZ1 的概念影片嗎? 主要是把上下邊框縮窄 並採用更長的螢幕比例 來提升整體螢幕佔比 如果你很期待這樣的改變 那麼 Sony 下半年的手機 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根據消息 Sony 在下半年 很有可能推出三款新機 其中包含 XZs 的後繼機 XZ1 以及輕旗艦 XZ1 Compact 而非之前的 X-Compact 屬於中高階定位 另外也可能推出全新中階機種 X1 而現在終於有最新的疊照流出 可以看到這款新機 正面將採用窄邊框設計 並有著相對較大的前鏡頭 推測可能支援光學防手震 整體跟 XA1 Ultra 接近 但不一樣的是 預計搭載 5 吋 Full HD 螢幕 再來轉到背面 可以發現到指紋辨識 由側面轉移到背面 會這麼做是因為指紋辨識模組 需要一定的厚度 如果放置在側邊 就無法縮窄邊框 而 X1 傳聞將會採用 高通 S660 處理器 4GB 記憶體 以及 2800 mAh 電池 再來看到其他疊照 可以發現到螢幕中出現 G8 341 的型號 這也是 XZ1 的代號 另外正面部分 預計維持 16 比 9 的螢幕比例 整體則延續 XZ Premium 的設計風格 但不確定機背會採用玻璃 還是金屬材質 接著就讓我們看看 XZ1、XZ1 Compact 被洩漏的一些規格 雖然現在兩款手機的外型 都還沒有明確的照片 但可以確定的是 都會推出四種顏色 包含黑色、藍色、粉色以及銀色 但顏色明亮度、鮮豔度 則會有所不同 另外從一些跑分軟體 以及原始碼所流出的資訊來看 顯示部分兩者皆維持在 16 比 9 比例 並分別搭載 Full HD 的 5.2 吋螢幕 以及 HD 的 4.6 吋螢幕 材質上推測繼續採用 IPS 並支援 HDR 高動態影片 主相機部分 XZ1 畫素則維持在 1900 萬 而除了延續 960 fps 慢動作 以及預先拍攝 還有可能新增全畫素連拍功能 但 XZ1 Compact 從先前的資訊來看 也很有可能採用 800 萬畫素 前相機方面 從洩漏的資訊來看 XZ1 將延續 1300 萬畫素 XZ1 Compact 則採用 800 萬畫素 音訊部分預計兩者皆採用雙喇叭 並保留 3.5 mm 耳機孔 以及支援高解析音樂輸出等功能 另外也擁有 IP65、 IP68 防水防塵等級 能夠抵擋 DR 水柱的衝擊 以及在 1.5 公尺深的清水中浸泡 30 分鐘 再來看到硬體方面 出廠預設搭載 Android 8.0 系統 並同樣採用高通 S835 8 核心處理器 而記憶體部分將會採用 4GB 儲存空間則分別內建 64GB 以及 32GB 另外都支援記憶卡擴充 電池方面分別採用 3000 以及 2800 mAh 並支援快速充電 連結部分將延續正反可塞的 USB Type-C 也支援 Wi-Fi 以及藍牙目前最高的等級 同時也擁有 NFC 進場通訊 能夠用來進行 Android Pay 等行動支付 通訊上台灣預計會引進雙卡版本 並具備 4GB 加 3GB 連線功能 4GB 下載速度上則支援到 16 等級 以及具備 4CA 載波聚合的能力 而星機預計在 8 月 31 日發表 以上就是關於 Sony 下半年星機的最新消息 看完影片介紹後 對於這幾款星機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趕緊在下方發表你的看法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並按下提醒人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